如果你手中的股票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根巨量的阴险 那么在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紧张 然后呢今天你能够学会我所分享的涨停绝技 倒拔洋流战法 那么你就能够一眼的识别到加速启动点 因为这是主力加速拉升之前的试盘信号 一旦出现你就能够守株待兔定等涨停连办 所以呢这期视频粉丝朋友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到最后 看完之后一定会大有收获 好接下来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因为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模型 它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它在底部横盘这个位置呢 要超过20个交易日 而且要求横盘期间的涨幅不超过10% 正幅不超过2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股票它在底部这个位置 横盘的时间周期超过了20个交易日 这个是符合的 横盘期间的涨幅也是没有超过10% 也是符合 正幅也没有超过20% 也是符合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位置 区间横盘的涨幅只有2.86% 正幅只有13.45% 那么这些特征都是符合 然后接下来开始呢 在这一天出现了跳空向上 走出了高开低走 收出了一根带有缺口的假阴线 阴线量能是出现了配量 而且至少是在20个交易日以内最大的成交量 最好它这个成交量越大越好 关键是我们要如何来确认这一根的缺口阴线是试盘的信号呢 那么首先接下来 只要股价在三个交易日以内没有回补这一个缺口 当在这一天出现了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出现了一根放量的阳包阴的形态 那么一旦出现了阳包阴并且突破了这一根跳空高开低走阴线最高价的这一天 就是洗盘结束要开始进行加速的启动点 也就是一旦突破了向上跳空高开低走阴线的最高价就是上车点 一旦上车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上完车之后股价没有跌破缺口的支撑位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持股 那么这只股票没有跌破缺口支撑 上完车之后继续持股 然后股价就迎来了一波快速的拉伸 那么这一波的短线拉伸我们就可以拿到手中 最起码这一波的拉伸涨幅 第一天就达到了30%以上 难道这是巧合吗 没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得到长时间的一个横盘 横盘的时间周期超过了20天 这是正确的 横盘的过程当中 它的区间的涨幅没有超过10% 区间的正幅是在20.75% 刚好达到标准要求 随后呢 接下来它在这一天出现了一根倍量的向上跳空 高开低走的阴线 而且这一根成交量是近期20个交易日以内最大的成交量 一旦出现那么接下来股价呢在三天以内我们来看一下并没有回补缺口 没有回补缺口 然后出现放量阳线突破了跳空向上高开低走阴线最高价的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上车点 一旦上车接下来股价如果没有上涨反而下跌那么注意只要没有跌破缺口支撑我们就可以继续持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跌破完全没有跌破后面直接就开始启动拉伸 这一波的拉伸涨幅我们又能够拿到手中 好了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涨停绝技倒拔杨柳抓涨停一眼识别加速的启动点 希望对粉丝朋友们在操作上有所帮助 更多的技术干货咱们下期视频再见